以赛亚书31章是对依赖埃及力量的犹大百姓的警告 指出百姓若不依靠神就必灭亡 31章的结构与前面两章相似 也是整卷以赛亚书的特征 先是责备后是安慰劝勉 首先神则被宁愿依赖人不肯信靠神的犹大百姓 然后重申神必不完全灭除自己的百姓 必会保护悔改的人 31章开始这里接续30章指责犹大与埃及结盟的行为 说道 获哉 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战籁马匹 倚靠甚多的车辆 并倚靠强壮的马兵 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问耶和华 埃及人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 并不是灵 耶和华一身手 那帮助人的必半跌 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 都一同灭亡 犹大之所以选择投靠埃及 背叛亚述 是因为他们离弃神 依靠的是眼见的军事力量 他们藐视真理 不相信神的应许和智慧 他们缺乏正确的判断 不明白埃及是靠不住的 依靠埃及最终的结局 是与埃及一同灭亡 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 用狮子的比喻表达 神面对以色列仇敌时的力量 用雀鸟的比喻表达 神对百姓的保护 第六节开始 作者呼吁深深悖逆耶和华的百姓 离弃一切的偶像和罪恶 回转归向耶和华 神必实行审判 保护他的子民 神对犹大的责备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中 遇到一些难处 我们的第一反应 可能是想要靠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它 即使遇到像亚树一样 看上去无法战胜的敌人 我们也可能在想 可以寻求什么样的眼睛 可以看见的外部力量 帮助我们解决 往往在我们无计可施 无可奈何的时候 才想到要求告神 白白走了不少弯路 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苦 我们的神是满有智慧能力 掌管万有的神 他又是慈爱怜悯的神 我们没有什么问题 是他不能够解决的 他愿意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 来到他的面前 寻求他 诗篇147篇也提到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我愿我们都能学习 凡事依靠神 专心仰赖他 不靠自己的聪明 神必会保护我们 指引我们前面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